3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习近平指出,中马友谊远远流长,两国关系发展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 今年是中马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 你此访期间,双方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必将开启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双方要统筹推进好下阶段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马关系行稳致远并得到更大发展,为两国和本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你提出建设昌明大马,把发展和人民放在中心地位。 中方愿同马方加强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之间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在彼此尊重坦诚互信基础上,深化互利合作,照顾彼此关切,巩固世代友好。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新机遇。 双方要不断提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水平,推进重点项目,培育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增长点。 探讨开展民生合作,使中马关系更多汇集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马同属亚洲文明,都是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受益者、贡献者、维护者。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亚洲文明,坚持战略自主,坚守东亚合作初心,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坚决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合力建设好共同家园。 双方要深化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流互建,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安瓦尔表示,我是作为中国的真正朋友,怀抱对中国的真诚友好来华访问。 马来西亚人民真心敬佩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习近平主席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政治家,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希望。 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拥有深刻理解和远见着实,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极富远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同马政府提出的昌明大马理念高度契合。 马方愿同中方全力合作,推动有关倡议落地生效,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马方愿同中方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和两国双元建设, 借鉴中方减贫经验,加强农业现代化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驸马投资合作。 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清真寺得到了很好保护, 马方愿同中方深化文明交流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 近期中方成功促成沙伊北京对话, 再次表明中方为促进和平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马方反对阵营对抗和强迫选边战队, 东盟作为独立自主的力量, 将为避免地区形势紧张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二位 中间幸自立行公明